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门市场曾经是全新竹第一座有手扶梯的新潮市场 虽然现今只剩下菜饭 服饰修改 理容院 古董店 服饰店等店家 却也有一群年轻人在传统市场里举办视觉艺术展览 与大家一同看电影 他们就是东门城之内 东门城之内由六名新竹教育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的学生所组成 自行负担租金等经营成本 创立了这个独立于学校之外的展览空间 东门城之内团队也与参展人筹划了许多活动 例如举办写生比赛扣碑记录下市场的人情与风貌 用市场中较开阔的空间来看电影 甚至邀请摊商们旅不来聊 与这里的人们产生对话 制作了一台茶车 然后那个茶车概念有点像是活动中型 然后它是一种流动式的活动中型 在那边的邻居再混得更熟一点 而对于这些在市场中发挥创意的学生 店家们抱持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像有带动一些气氛起来 我觉得还不错 东门市场虽然因为停车不变 超商与卖场崛起 建筑年久失修等原因 而失去了往日的盛况 然而在这里 还有努力经营数十年的店家 年轻学子们的进驻 一文活动的新版 也为老旧的市场带来活力与创意 很多人因为对于跨性别者的不了解 导致他们在生活与工作中 遭遇到许多异样的眼光 公民记者报道一位 跨性别的厨师小黎 她分享了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 也希望社会大众 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尊重 终生一道道料理是厨师小黎 最致敬的作品 对小黎来说 信念是她对生命的态度 也是在面对求知压力时 不被击倒的力量 谢谢光临 其实说实在在工作上 遇到问题真的承受不穷 那尤其是员工之间 员工之间的闲言闲语 然后丧失了不力一劫 然后一些言语的攻击 酸言酸语 甚至对你性别上的骚扰 那我是慢慢熬过来 到现在自己有电器就比较还好 在台湾许多人对跨性别者的不了解 使他们遇到许多不友善的眼光 在工作上 也比一般人受到更多不合理的要求 性别不明关怀协会 也经常见过许多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类似的状况我们处理过很多 比如像是 有些不友善的雇主 他就逼自己逼上班的时候 可能要打扮成男生的样子 即便他自己性别统是男生 或是他比如说在遗用上面 因为像是很多跨性别者会喜欢留长头发 他就必须要剪头发 很困难的一个遭遇 就是很不人道的一个遭遇 面对困境 小李享用自身的力量去帮助更多姐妹 而性别不明关怀协会 也正常化与人灵银行合作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寻找更友善的就业机会